郑兆玉作为我国自由搏击名将 成名甚早的郑兆玉 从小就在职业拳坛上出道 以华丽的拳法而闻名格斗界 郑兆玉曾击败过炸药杨卓 获得过WLF70公斤级中国勇士头衔 被拳迷誉为日照东方 对阵来自卢旺达的索西内乌姆琴古兹 他曾获得卢旺达的搏击冠军 赛前的索西内更是扬言说 在中国同级别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可见此人也是非常嚣张 比赛开始后 郑兆玉上前进行压制 把黑人选手逼到擂台角落 突然郑兆玉一记低扫 率先展开进攻 对手则是扫踢反击 随后郑兆玉再次上前压制 而黑人选手则是使用直拳进行还击 连续打出了十几拳 把郑兆玉打得连连后退 但郑兆玉的防守非常的严密 并没有给对手进行击中的机会 此时黑人选手连续的使用直拳进攻 但打击效果非常不好 黑人选手两记扫踢过后 再次使用连续不断的重拳 将郑兆玉打得后退躲闪 黑人选手一记转身踢 险些将自己摔倒 随后郑兆玉上前压制 把黑人选手逼到擂台角落 随着比赛的进行 郑兆玉开始加强拳法的攻势 突然一记平勾拳 接一记执拳命中击负 将索西内直接打得瘫软在地 裁判看到上前进行读秒 快是董江涛的弟子 看一下这个索西内也是能 索西内坚强地站了起来 读秒结束后 黑人选手觉得自己还可以打 比赛继续进行 此时的郑兆玉不想给对手任何机会 迅速地冲向对手 突然一记直拳再次击中腹部 将索西内再次击倒 起身过后 索西内已经是强弩之末 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郑兆玉上前两记摆拳 再次将对手击倒在地 裁判上前进行查看 此时的黑人选手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裁判果断终止了比赛 恭喜日照东方郑兆玉 最终经过裁判判定 郑兆玉在第一回合TKO对手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郑兆玉好样的 为我中华热血男儿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比赛 谢谢 谢谢 谢谢